今年,肖战连续官宣诸多代言,工作室也时不时发布一些日常见肖战的新动态,更让人高兴的是,肖战还解锁了新的身份,杭州2022亚运会圆梦公益大使,肖战,广大粉丝沉浸在欢乐中,仿佛那些曾经的网报,造谣都不存在了一样,可事实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, 在全国上下一片欢乐中,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,直黑又出手了,造谣肖战和经纪人张经的不寻常,故作高深的搅动粉丝的情绪,肖战的粉丝中,女友粉占很大的比例,这个时候,传播谣言说,肖战和经纪人谈恋爱,用一些捕风捉影的词汇,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,可惜谣言很快被发现,并且辟谣了,如此造谣,并不是第一次了, 如此手段也不是第一次用了,肖战抱抱朋友的孩子,就被传出肖战隐婚生子,肖战与李沁在成都火锅店就餐,造谣者就传出两人有恋情,结果呢,聚餐的人不止李沁,还有如梦剧组的很多人,截取部分照片传播谣言,其心可见,肖战已是失婚年龄,造谣者频频带节奏,不择手段,不是谣传肖战隐婚, 就是谣传与某女性艺人有恋情,别说肖战是个大龄单身青年,如果他真的谈恋爱,也实属正常,不是吗? 其实更早之前,网上就传出了肖战和经纪人张晶穿同款,谈恋爱的谣言,肖战的经纪人张晶非常漂亮,又经常跟肖战在一起工作,张晶早已结婚,他的终止和无名纸上都戴着戒指, 这样的人和肖战在一起,足以让粉丝们放心,几次抹黑两人的工作关系,不要污蔑,造谣,企图给他们造成嫌隙,造谣者真是见不得肖战好了,肖战发展势头很猛,直黑们抓紧每个能黑的机会黑他,肖战的干净坦荡,在2020年的网报中就可以看清楚,干净的底色让直黑们,无黑可黑,那就只能造谣了,小编作为姐姐粉,是很支持肖战谈恋爱的, 很想看看肖战的宝宝是什么样子,你是怎么想的,会支持肖战谈恋爱吗?